终于 自由了 七点零七分 跟随地铁的人流去上班 十一个小时零三分钟后 下班的我又回到这原点 我的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空转 就像上了发跳的钟表 在表盘上永无止境地周旋 昨天 前天 好像和今天没什么区别 每天的每一刻都越来越小 你好自由吗 当有人这么问我时 我迟疑了 我从来没有思考过 对 一直以来我竟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 近日 我是发生多奇的失踪案件 但发现场均没有留下足以追踪的航行 疑似是大型的直播案 不责保全已多出调查此事 这座城市的生活是机械重复着的 但有的地方不同 这座城市的人们是沉默 劳碌着的 但那里不同 这座城市的思想是麻木停滞着的 但那里不同 这座城市没有自由 但虚拟世界不同 这座城市的市场 我倒看了 那么多来 这座城市的人们是沉默的 快乐 在这里 最好 大小的地方 你为什么大家 都可以 是 在见过理想世界之后 你还能否继续设备规划的生活 还能否对未来满怀憧憬 能否在人群中平凡下去 在见过光明之后 你还能否忍受黑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自由了 我本想这样感叹 却被眼前的景象指住了 这里混乱 嘈杂 毫无秩序 但至少我摆脱控制 可以自在生活了吧 对邻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